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現在給大家看的一個是這個 2016年的全世界的快樂指數的報告 就是哪個國家最快樂 人民最快樂 那快樂要怎麼衡量呢 我們通常在衡量各國的這個 各種不同的指數的時候 我們最常用的會是GDP 或者是這個平均的購買力評價這樣 就有這個財富的收入來判斷 但是這幾年事實上 很多的經濟學家和一些這個倫理學家 政治學家合作 還有社會學家 想要發展一些新的指數來去評量 一個國家人民的生活品質 Quality of life 生命品質這樣 因為金錢可能沒有辦法真正衡量你的這個 生命品質這樣 那我們就發展一些指數這樣 那這個是這個剛發布的2016年的這個全球快樂國家的這個排名這樣 然後你看這個 丹麥是第一名 然後第二 沒有嗎 對丹麥是第一名沒有錯 那第十名是這個瑞典 那有趣的是大家有沒有發現就是 我們通常 最常提到的 大的民族國家都沒有在裡面這樣 美國沒有在裡面 英國和法國都沒有在裡面這樣 那日本也沒有 台灣排在第35名這樣 看起來還OK這樣 不過新加坡排更前面奇怪 我記得新加坡的朋友他們都覺得很 miserable 對 然後 沒有 摩西哥也排在前面這樣 好 那 他們事實上他們在衡量這個快樂指數 他們有一個非常 他們自認為客觀的index 所以他的 這些index有包括了這個 這個 他也是有算你的GDP per capital 然後算你的社會支持 就是說 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有很多支持在你的身邊這樣 那包括當然你的這個生命的這個長短這樣 健康的生命的長短 那還有你做生命選擇的這個自由 然後你有多大方 就算你這個每年donation的這個錢 在你家裡只出多少這樣 那包括 還有包括你對這個 你國家的這個腐敗的程度的感受這樣 那還有一些 這個 其他 其他大家可以去看 那anyway 你看喔 我們這時候就有點好奇 就是說 那什麼會去決定一個國家的快樂程度 對不對 那我們通常都會覺得說 這些北歐國家排在比較前面 那我們印象中 北歐國家的這個特色 就是他們的社會福利做得很好 然後他們的這個 人民的這個財富差距也很小 他們做的北歐模式就比美國小很多這樣 那可是我們也 比較少注意到的是 其實這些北歐國家他們的 他們的那個 民主的品質也非常的好這樣 他們在民主的這個 index排長榜裡面 這些國家都是比這個 美國法國英國好的這樣 那事實上 這些國家能夠後來變得這個 社會福利比較 和財富比較平均 並不是在1950年代就這樣 1950年代這些國家 這些北歐國家也都曾經非常的這個 蕭條沒落這樣 甚至其中 大多數它都還是農業國家這樣 那他們是在一個非常激烈的 560 70年代這個工會抗爭 然後各種民主街頭運動之後 然後不斷的爭取各種各樣的這個 社會福利的保障 所以才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也因此他們人民參與這個民主的程度 不是很高的 是遠比這個法國英國美國來的高這樣 那我們通常都只會注意到 法國英國美國沒有注意到 市場品質更好的國家是其他地方這樣 不過這讓我們有一個好奇就是說 顯然啊 民主看起來其實有很多種 那資本主義其實看起來有很多種這樣 這些北歐國家他們並不是 這並不是只有北歐啦 還有澳洲和這個加拿大這樣 他們並不是一個真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樣 他們事實上是很忠視市場競爭的 這些北歐國家這樣 所以可見市場競爭經濟有很多種 民主有很多種 然後這個社會福利上有很多種 因為大家事實上支付不同種程度的社會福利這樣 那這也是亞里斯多德強調的 他說當他想做政體分類的時候 你不要以為說民主只有一種 或是說寡頭政體只有一種 或是王制或是這個暴政只有一種 其實每一種都有很多種 他說而且每一種都值得討論 所以事實上他的政治學裡面 他民主就談很多種民主這樣 然後寡頭政體談很多種寡頭政體這樣 那當我們注意到裡面就很多種 然後事實上資本主義有很多種的時候 那亞里斯多德就會說 那你大概就比較能夠了解到 事實上政體分類我們到底是在做什麼事情這樣 我們並不只是像當代最常會提到就是 總統制內閣制或是這個混合手掌制這樣 然後 可是對亞里斯多德來說 這種分類 他到底他的意義是什麼 這個真的會影響到這個政治社群 他根本的特性嗎 那根本特性指的是說 這群人他們獨特的生活方式 他們獨特的個性這樣 那最關鍵其實是這個政治社群 他們集體認為什麼目的最重要 他們因此把什麼樣子的成分 放在一個最權威的位置 如果你覺得經濟發展最重要 那你可能就會把能夠促進經濟發展的人 放在最權威的位置 你就會多聽過台銘的話對不對 你就會覺得這個張中謀 或者是這個過去的這個李國鼎 這些人他們很善於促進經濟發展 那你就會給他一個比較崇高 幫他放在一個比較權威的位置對不對 那更糟的是你如果認為說 經濟發展主要是靠精密的代工業的話 那台灣以前的聯考是最能夠篩選出這種人才的 因為聯考就是要考背誦提議精準對不對 然後不斷的能夠在小細節裡面去促進那個品質 所以台灣因此在代工業上表現得最好這樣 那現在過去台灣整個聯考體制 對亞歷史來說一定也算是你政治非常關鍵的一部分 因為你試著想要去用一種方式去篩選出 你覺得將來這個最能夠去reward他權力的人才 對不對 那你用什麼樣的這個criterium去篩選 其實跟你這個國家的一個基本目標 是應該會是一致的 然後他也會跟到底哪一群人掌握權力 會是一致的這樣 所以政理事實上對亞歷史來說 第一由你大家共同決定 什麼目標最重要來決定這樣 然後第二是說你覺得最權威的那個成分是什麼 誰最值得哪些部分的 我們這個社群人哪些部分是最值得推衝的 是這個善與聯考的某種能力嗎 因此善與考試這個能力我們估計都很重要 我們不只在聯考裡面篩選 你看喔 你要善與考試你才能夠去當醫生 你要善與考試你才能夠去台大法律系 然後你就可以做這個比較大的官對不對 然後像我比較多的財富 那你善與考試你也不容易考進這個國家公務員體系 然後你就會覺得這個是應得的 你看你實際上你們考不進來這樣 所以我在公務員像我這些福利是理所蕩籃這樣 那他們有一種理所蕩籃是他們覺得這個是他們應得的 因為國家本來就是覺得這個能力最重要 那為什麼我靠這個能力進來 我沒有應得我該得的那個reward對不對 所以要說的看正題它其實是看得深入到一個非常深入的 那你到底覺得你們這件事情 你們覺得共同最高的目標是什麼 因此你們覺得什麼樣子的品質能力最重要 然後因此你願意讓哪一群人來統治這樣 它並不是我們當代簡單的分類總統制內格制 或是混合首長制而已這樣 它是更深入的看一個regime這樣 所以如果我們用這種態度來看regime的話 我們如果想要去分析為什麼這些國家比較快樂 那些國家比較不快樂的時候 也許你就會有更深的一種看法 這個國家它到底把什麼東西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這樣 你看美國事實上是真的把民主的品質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嗎 那為什麼它的民主總是允許這個 有錢人donate非常多錢去控制整個政治體制這樣 還是說美國事實上就是覺得這個 這個資本主義發展最重要 然後給大家一個這個美國夢 就是每個人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 在教群擁有一棟房子 那是不是這才是essential 美國regime的最根本的一個目標這樣 而不是民主這樣 或是民主是一個赤質的東西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更火的去看每個國家的特性 然後因此會比較了解這個 亞里蘇特講的這個政體是什麼東西這樣 那為什麼政體對這個 對亞里蘇特這麼重要 他會說 我們大多數的人 尤其是他之前的這個 古希臘的一些這個 這個知識分子學者們 他說之前的人 通常都研究的是法律 大家會想要從這個 各種不同的這個城邦中的這個法 你知道那時候亞里蘇特說的 他實際上研究了這個 整個 整個古希臘地區的 大概兩三百個 城邦的政體這樣 他就派他的學生去蒐集 然後去確實的經驗性的比較 每個政體的這個優劣這樣 他說可是在他之前沒有人研究政體 他之前大家都研究都是法律 然後大家想要去各個不同的城邦 去蒐集好的法律出來 然後想要在我們這個國家裡面 我們要去製作一個最好的 這個什麼什麼法 什麼什麼法這樣 然後就找出一個最好的法律這樣 可是他說你如果注意法律的話 你就忽略一件事情這樣 所以說每個法律 之所以好或者是不好 事實上是依據他的政體而決定的這樣 你論你的政體的根本的目標 根本的這個認為權威那個部分 但是那個的話 他實際上是他的法律 就是這群法律 而不是那群法律這樣 所以政體才是一個最根本的政治現象 而不是法律 我們要知道要怎麼樣 這要確定一個好的法律 是要看他現在是一個 什麼樣子的一個政體這樣 好 那對他來說過去研究法律 本質上就是你不了解 真正根本的一個政治法律現象是什麼這樣 這也是政治系統 那我覺得可以跟法律兄弟講的畫這樣 那還有過去的研究者都會研究的是Best City 什麼是一個最好的城邦 你看就像這個博拉圖去做的事情這樣 對他來說就說 那你的這個最好的城邦 你是什麼樣子的regime 那博拉圖稍微有提到 他覺得這個regime比較接近這個 貴族regime或者是一個王子的regime這樣 他沒有很認真的去討論regime 你覺得他來說沒有那麼多 他只要去看一個最理想的一個政策 長什麼樣子這樣 可是對他來說 你如果是討論這個政策的話 你在行動上 沒有辦法給我們太多的建議這樣 因為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 具體特定的regime裡面 在裡面成長 那我今天需要的是 你給我行動上的建議這樣 那你今天如果告訴我一個 什麼是最好的regime的話 難道你要我革命嗎 對革命是很危險的 它會帶來很多的不安定 帶來更多的這個災難這樣 那難道你叫我改革嗎 你想要我慢慢改革 去往那個政體去走嗎 亞洲人也說 改革沒有比革命來得容易這樣 改革通常要這個regime的人 開始去unlearn 去把他不去學到的那些習慣等等 把他重新unlearn去除掉這樣 所以這樣改革也是非常危險和困難的這樣 可是我們還是需要有一種知識 他能夠去幫助 每一個旅境個別的政治行動者 給他們建議告訴他們該怎麼做這樣 這才是我們覺得一個最好的一種 所謂的實踐型的一種知識這樣 因此我們需要去研究regime 這個是他首先這個去宣稱說 研究好的法律 他研究這個最好的真理是不夠的 我們要去研究regime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一個看法 我們其實到後來看到整個像 研究regime的人其實也沒有這麼多 大家雖然一開始都會把regime做分類 然後分類完了之後呢 大家就開始去談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真理這樣 但他沒有像這個樣子說 他事實上真的很認真去覺得regime是很重要的 因為每一個regime 你沒有辦法輕易的改變他 如果今天是一個暴君統治的regime 他說那事實上 我們需要一種實踐知識是 給這個暴君看的 因為他事實上擁有的行動力量是最大的 教這個暴君怎麼樣去良好的去統治 那你當然要讓暴君覺得說 他這個統治方式可以讓他的暴君之治維持很久這樣 可是維持很久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 他要維持得久 他必須要government will 他只能維持久這樣 所以當你給不同種旅君人不同建議的時候 事實上呢 你不僅幫助了他 你也會幫助到這個旅君的這個其他人這樣 這樣不是一種更好的一種實踐的一種政治學嗎 對這個來說來講這樣 那很有趣 他對於這個研究旅君的這個方式 這個我在這個就是這個導讀裡面有寫 他認為說我們至少需要四種知識互相配合 我們才會知道怎麼樣是一個最好的一種實踐性的知識這樣 第一種知識是什麼是best regime simply the best regime 那雖然說我們實踐上沒有辦法直接去實踐 可是我們至少知道我們現在的regime 跟那個best差距多遠 他可以是一個major門的一個標準這樣 和正面就沒有辦法意義有多大事實上是可疑的 你可以看到後來對待出來說 即使大家認為公認的best regime 對待出來說都是或多或少有缺陷的 他甚至認為說所有我們認為正確的理想的正體 當我們把它放在現實中之後 你就會發現啊 他能夠去claim的政治正義 他永遠只能夠claim某一種面向的政治正義這樣 至於沒有一個regime 可以完全擁有一個完整的政治正義的這個 這個主張這樣 各種各樣的regime 他們會 他們都會聲稱他們自己的regime是公正的 對不對 那 那 XO就會發現說 你會 你如果仔細去看啊 他們各種各樣的宣稱 或多或少 都是有對有錯 沒有人完全對也沒有人完全錯這樣 所以best regime 到底把它拿出來研究 到底有什麼非常非常大的意義 事實上 我非常懷疑這個亞里斯科是存疑的 不過他還是會說 我們會需要研究什麼叫做best regime 那第二是說 我們需要去研究 對於目前這個city 什麼是最適合他的regime 就好像你去GIN健身 你的教練要去根據你的身體的這個 體格狀況 健康等等 去研究什麼是最適合你的一套健身方法這樣 那city也是一樣 你的population的組成是什麼樣子 你在什麼樣子的地理位置 你周邊是什麼樣子的強國弱國等等 然後你的氣候等等都考慮進來這樣 然後你的財富分配 那我就會告訴你說 你最適合什麼樣子的regime 可是其實這第二種啊 對行動來說都是很危險的對不對 今天我如果就是一個這個 寡頭正體的regime 可是你今天亞里斯科會告訴我說 事實上根據我這個city 目前的各種各樣實況 我最適合的是王志 我也不可能現在就改編去跳劇王志啊 對不對 所以第二種啊 即使你根據每一個city目前的現況 研究出什麼樣子的regime 最適合它 對行動上還是有gap 因為我目前的regime 就不是長那個樣子啊 那你要我現在立刻去這個改革革命嗎 那都很危險啊 你也知道啊 對不對 所以其實是第二種喔 它看起來很務實的對不對 根據每一個city 給予它最適合的regime 可是這個最適合啊 也跟它目前的regime 如果是不同的話 有gap的話 它對我們行動來說 還是有欠缺的 好 那第三 第三種的一種知識類型就是說 對於旅君的重點就是說 好 那我們就是了解你現在的regime 是什麼 那是你偶然間 就是擁有這個regime 我們也不是最好 也不是最差 那它就是長這個樣子 它可能是還蠻爛的 但我們就擁有這個regime的 無可奈何這樣 好 那我們再來研究 怎麼樣讓我們現在 正好擁有了這個regime 能夠讓它比較好的維持下去 能夠讓它長治久安的這個維持下去 或者是研究它的是怎麼樣出現的 它會怎麼樣衰敗 如果我們能夠知道這些因素的話 我們就會比較能夠讓任何的regime 好好的維持下去 這個穩定的維持下去這樣 這是第三種這個知識類型 可是它有第四種 第四種事實上是它也是說得它最強調的 而且它事實上是它最大的一個貢獻這樣 他說除了這三種關於regime的知識之外 還有第四種就是 什麼是一個best possible的regime 那best possible是什麼意思 這是我們有點好奇的這樣 最佳可能的regime 那你好像意思是說 它是我們在我們可實現的regime裡面最好的 是這個意思嗎 還是它是一種最容易實現的regime best possible是什麼意思 那看起來應該是講說 best possible應該是 每一個城邦都可以不用太多的困難 可以被說服而去做到的regime 它容易被說服去這樣去做 而且它做到的時候也不會造成太大的困難 而且這個regime呢 還因此對每一個城邦都是 都是一個很好的regime 它既最容易達成 最容易這個達到 它也最最 它也 達到之後它也能夠有一個最好的一個 自理的成效這樣 可是這個最好就不是相對於那個 the best最好 而是在所有 各種各樣的現存的regime裡面 在大家可以達到的那個regime裡面 的範疇裡面最好的 你看它有多務實這樣 所以對來說 如果我們當代可能認為自由民族體制最好 所以你看到所有人都在去講 什麼叫做自由民族體制 它的原則上規範是什麼 因此什麼 人權最重要等等這樣之類的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有點好奇就是說 你在講的是一個最ideal的regime嗎 可是如果我們看到當代各種各樣的國家 一兩百個國家 若明就是大家可達到的 範疇裡面的regime裡面 每個國家都可以達到裡面 然後找出裡面最好的 那不是一種更好的一種 實踐型的知識吧 對不對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 insightful的 一種看法這樣 那實際上還是沒有很多的人去 去按照這個亞歷書的想法 去計畫政治學該是什麼樣子 那這個大家可以留作 大家的一個參考這樣 the best possible regime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最後講的 the best possible regime 會有讓我們一個懷疑 因為它實際上後來講了兩種 一種是混和regime 就是混和了民主制和寡頭制 對不對 但是有第二種 第二種是middle league regime middle league就是中間政體 中間政體 中間政體就是說 你讓那種各方面的才能能力 才富德性都中等的那些人 讓他們來做這個governing body 讓他們擁有政治權威 因為各方面性情財能財富等等 都最中等的人 對亞歷書來說 他們有一些特性 是讓他們最適合去做一個統治者這樣 因為他們是最善於統治 但被統治我們有講得到這樣 它最後似乎有 開始要帶出說 the best possible regime 它實際上很明確的講 其實就是 它是白者的講其實就是middle league regime 就讓中間各方面能力中間那群人來統治 middle league regime這樣 可是呢 你要注意到 它實際上也有在談另外一種類 叫做mixed regime 然後mixed regime和middle league是不太一樣的 對 mixed regime是讓一個政體裡面 如果你是原本是寡頭政敵的話 你多加入一點民主政體的成分 你就變成mixed regime 你如果原本是民主政體的話 你多加一點寡頭政體 你就變成是一個mixed regime這樣 然後mixed regime 對亞歷書來說 他也是一個能夠讓你的政體 比較長治久安的一種類軍一樣 所以任何的政體 比如說 比如說現在的這個中共號 他們如果是一個威權政體 亞歷書都會建議他說 也許呢 你在你的政體裡面 加入一些民主成分 它實際上反而可以幫助你的政體 變得是更長治久安的 那多麼務實的一個建議對不對 那如果你現在的民主 這個看起來很不穩定 又很大的問題的話 你要不要多加入一點點寡頭的成分進來 也許可以讓你的民主更穩定 跟長治久安這樣 他不試圖說服你去放棄你的regime 因為在每個regime中長大的人 如果他regime沒有非常大的問題的話 他對他的regime有一種owner 我就是我regime中長大的 你看在這個 尤其是中共 尤其是中國 在1980年之後出生的人 他們事實上在這個regime當中 其實獲得了很多的獲益 他們可以有很多的機會出國念書 然後找到一個還不錯的工作這樣 所以他們甚至會比經歷過文化大革命 或者是經歷過六四的人 更覺得他們現在中國這個regime是值得驕傲的 那這個對亞洲來說是很容易出現的 每個regime中的公民 他們很自然就會想去抵分他們自己的regime 他們都會從中得到某一種這個榮譽感一樣 也因此每一個regime裡面 所謂的好公民是相對於那個regime的 你越能夠去捍衛你的regime 你就越是一個好公民一樣 你在那個regime中成長 你會有這樣子的一種自覺這樣 那如果是這樣我沒有辦法勸你放棄你的regime 對不對 我如果直接告訴你說 你這個威權政體就是很差 民主政體是一個比較好的 比較尊重人性的 那這個大概沒有辦法說服你 可是我如果說服你的方式是說 你這個威權政體如果要穩定要持久 你最好加入一點民主的成分進去 你就會聽進去了 你可能就開始做一些民主的改革這樣 那這個是這個亞洲說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它是非常讓人有趣的 好 那我們來看它的這個 這個政體的這個分類 這個政體分類要從我們這個 上禮拜的這個結尾去講起 我們上禮拜的結尾是從 Manus Political Animal 去推出什麼叫做Political Community 對不對 那Political Community就是 他們是一群能力相仿的 free person 他們組成一個政治社群 然後他們相互輪流統治 因為他們是這個能力相仿 而且他們free的意思代表說 他們自己 他們這個 他們有 他們有語言能力 語言能力是一種基本的政治能力 那他會想要去參與對自己的這個 有關於這個公正 有關於什麼是good and bad的這個 這個的討論和治理和決定這樣 我們從Manus Political Animal 好像推出了這樣一種政治社群 是一種最符合人做為Political Animal的一種政治社群 那這樣的事情好像就結束了 可是其實沒有 那對他出來來說 沒有 我們在這裡 我們還沒有學到理俊 如果你只有看到這裡的話 這是傳統哲學家的這個說法 那你就還不懂政治學是什麼 這樣 那我們如果從這裡出發 我們來研究理俊的話 我們會怎麼研究呢 他會說 好 我們就從 know as free person 這件事情來出發好了 那我們如果回到家庭裡面 看到家庭裡面三種治理模式 就是主奴之間的 家長對小孩之間的 夫妻之間的 那你就會意識到說 主奴之間這種治理模式 它其實是一種我們覺得 非常這個不適合 做政治社群統治的這個模式 因為他徹底的 否定的是一個free person 對不對 那主奴之間的一個統治的一個 最基本的特色就是主人 基本上只為自己的利益而統治 那奴隸當然也會獲益 因為對亞里說來講 主要能夠成立他唯一的一個正當性 來自於這個奴隸 他是沒有識別能力的 所以他就是需要主人帶領他 因此奴隸是會獲益的 可是呢 主人在統治的時候 主人只會按照自己的利益統治 所以primary是for主人的interest accidentally奴隸會獲益 這個很微妙的說法這樣 也因此任何的統治啊 如果這個統治者只為自己的利益 而統治的話呢 他就是像一種主奴之間的統治 他就是不是一群free person 在一起的一種政治社群 所以他從這裡出發 他推出了兩種類型的政治社群 一種類型就是為了common good 就是統治者為了集體的good而統治 然後統治者為了自己的private good而統治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大家或多或少是free person 即使是在這個 這個像家長對小孩子的關係裡面 因為家長他也是為了小孩子的good而統治 所以基本上還是把小孩子當作是一個free person 小孩子還是被當作是一個或多或少有deliberation能力的人 所以對他來說這樣子的東西 他至少minimally 在某一個意義上大家還是free person 所以他在這個common good裡面 他又分成了三種 一種是 他是用這個the one the few the many 這個詞彙大家以後會經常看到 the many也可以說是the multitude 就是多數 你們這個政體如果是只有一個人擁有政治權利的話 那他就是the one在統治 如果是少數人擁有政治權利的話 這少數人可能是49%的人 他也叫做the few 那51%的人叫做the many 所以the few the many顯然是一個程度性的問題 那如果是少數人在統治的話 那就是這種類型 那如果多數人在統治的話 就是這種類型 那如果是為了common good而統治的話 那他就是一個正確的region 因為他還是把他底下人當作是free person 而不是只當作一個奴隸在對待這樣 那他可以分成三種 一種是kinship 一種是aristocracy 一種他把他叫做polity 那如果統治的只是為了自己的私利而統治的話 那第一種 因為如果是the one在統治的話 他叫做tyranny 那這個叫做oligarchy 寡頭統治 然後這個呢叫做democracy 所以大家知道democracy在這個古希臘古典的詞彙裡面 他並不是一個完全的正面的一個詞彙 他相對於更好的polity 而stocracy上可以選擇 他是一個比較低 比較不是這麼好的一種統治模式 大家要注意到這一點 其實這樣子一種 把democracy看得比較低的一個傳統 他其實維持很久 是一直到了這個19世紀 democracy開始慢慢變成 大家覺得是一個比較好的一種體制 不然從愛說者從古希臘古典以來 這個democracy一直都是在一個比較低的一個位置 所以這個六種類型就排出來 對不對 好 可是這種六種類型就排出來 他只是一個非常原始的一種類型 我們如果從最原型 人是一個political animal出發 我們發現 把人是free person對待的 可以是這三種類型 像比如說previgin 因為他們還是為了康文庫的統治 那這三種類型已經把被統治的 沒有當作完全的free person在對待 所以他事實上是有點這個 主奴制的成分在裡面 雖然並不是一個career regime 那我們可以從the one the few the many來做分類這樣 和目前為止 他還是一個非常邏輯上的分類 要是說他其實是一個更實際的人 他認為純粹邏輯的分類 對我們來說的幫助是不大的 所以我們要看得更實際一點 如果我們把這樣一種分類 把他放回現實的話 我們可以更清楚看出他們的面貌 那我們來看 如果是kingship 什麼叫做kingship kingship的話就是說 如果我們這群人裡面有一個人 他真的是一個最優秀的人 他的virtue 特別是他的virtue 特別是他的virtue 他的virtue最優秀 而且他的virtue是complete 是完整的 大多數人都不會有一個完整的virtue 所以他說的這種完整的virtue 比較像是這個伯拉圖講的那種 哲學家皇帝 可是大家注意 而且說的 對他學家來說 complete virtue的那個wisdom 就是那個智慧的那個能力 它並不是一種哲學的能力 它是一種這個prudence 它是一種deliveration的能力 所以對他來說 有complete virtue的人 他當然有各種 你的這個節制啊 勇氣啊 公正都有 可是你最高的這種知識 這思辨的能力 事實上是一種prudent的能力這樣 所以亞洲人常常會說 best person跟prudent person 兩個交換使用 其實就是指 如果你有一個complete virtue的話 如果我們這個身體裡面 有一個這樣子的人的話 或是有一個家庭是這樣子的 這樣的一個家庭的話 我們就讓他通知這樣 可是這樣一個情況啊 他其實很快就講 他其實說 大家那個時代一定很少看到 有這樣一個情況 也許遠古的時候有 遠古的時候我們可能會說 有一個大英雄 然後創造 打敗了一個大怪物 然後就是這個 創造一個政治社群 那大家當然就聽這個大英雄 這樣 那我們就會讓the best person 來通知 所以古時候 很容易出現kenship 可是對他來說 即使他到那個時代 他都覺得kenship這樣一個體制 是很少出現的 如果他是要一個真正 一個正確體制的話 你就真的要找到best person來統治 可是這樣的人很少 這樣一種政治 所以這樣的政治體制 也很少這樣 那abistocracy的原型的話 是 這樣一個best person 有很多人 好 如果我們有a few best person 來統治的話 在我們這個政治社群的話 那我們就讓他來統治 這群人也是有complete virtue的人 我們就讓他來統治 你有complete virtue的人 你就會為了common good的統治 對不對 所以那如果是有一群這樣子的人的話 讓他們來統治 那就是aristocracy 那這個當然也是很少見的 如果這個少見 這個也會很少見這樣 好 那我們再來看polity 我們這個社群大多數的人 都要有virtue 哇 如果他們要有complete virtue的話 幾乎是不可能 對不對 幾乎是不可能 所以他其實很快就講說 如果都不可能的話 我們大概就不用談了 但是呢我們可以找到一個 比較接近理想中的polity 這種形式 在現成中是有可能出現的 就是說雖然大多數人 沒有辦法擁有complete virtue 可是大多數的人呢 可以因為他們參與了這個 城邦的這個戰爭事務 他們平常要這個 要花錢買軍備 然後要訓練這個身體 訓練這個 各種各樣這個戰爭的技巧 然後了解要怎麼樣去保衛城邦 然後他們要必須要有勇氣 必須要為common group的著想 那我們可以看到 有這樣子minitary virtue的城邦的公民 事實上是有的 而且這些擁有minitary virtue的人 可以是比半數還多的 那我們可以說這樣一種城邦 他們就會比較接近於polity 因為大家雖然沒有 the many雖然沒有complete virtue 可是the many可以有minitary virtue 這個當然遭到那個時候的一個 時代狀況 那個時候這個雅典竟然在打仗這樣 那我們最常見的一個辯論就是說 如果你要讓那些這個 那些工匠能夠擁有政治權利的話 那同時這個他們也要讓他們打仗 這兩件事情是同一件事情這樣 所以他們通常是為了要吸引更多 中下階層的人進來打仗 所以把政治權利給他們分享這樣 那如果這樣子的人進來的話 他們就會開始有這個 接受訓練的過程 那也要不要去貢獻他們這個 軍事能力給城邦 那他們就會被訓練成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公民這樣 那這個是用minitary virtue來去講 在現實當中 如果大家都能夠訓練出 或多或少的minitary virtue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想像 the many是可能擁有virtue的 那這群人也比較能夠 按照common group來統治 那這已經是一個非常現實的看法了 不然一般來說根本就不可能 the many會有complete virtue這樣 對不對 那這個是所謂的polity 那我們可以看到啊 這三種啊 他們對於什麼叫做政治正義的主張 都是認為擁有德性的人應該統治 然後政治社群是為了這個 Living well的統治 你如果是 你如果認為政治社群主要是為了 Living well的統治的話 你大概就會認為 有virtue的人應該做那個統治者 那你就會認為這三種是對的 virtue應該做統治者 virtue這個成分應該做統治的那個成分這樣 可是呢 這三種它的問題在於哪裡 尤其是這兩種 問題在於說 你如果讓最有virtue的那個人來統治 而且我們認為virtue是這個政治社群裡面最重要的成分的話 那你讓一個人統治 讓少數人統治 那其他人事實上都沒有統治的權利對不對 那就像我們上禮拜講的 你事實上在這兩種體制裡面啊 你還是把那些沒有統治權利的人 當作某一種小孩在對待 這兩種體制 對於這個概率來說 它比較像是父母親對小孩之間 對這個統治者 對統治環境上 父母親對小孩之間的關係這樣 原有政治權利的人 還是那個像王 像貴族一樣 像父母親一樣王和貴族 然後小孩子沒有權利參與政治 但是我會為小孩子的這個福利饒下 所以這樣子的一些統治者 他們必須要有像父母親一樣在關愛的能力 甚至要比較年長 他們必須會有這種想要去關愛 他的這個小孩子的這個心理這樣 這個是這兩種體制的特色 可是他們也因此沒有完全的 徹底的尊重能力 只是一個free person 所以這兩種體制有危險性 因為你看喔 我們講free person 我們現在有講到兩個層次 一個層次是說 你不需要不能為了自己的利而統治他 不然你就把它徹底當作努力 因此我們區分了這兩種 對不對 還有第二個層次是說 真正完整的free person 你們應該是能力相仿 互相輪流統治 像夫妻一樣 可是今天你真的把它當作小孩子來統治 所以我雖然承認你 minimally是一個free person 主人的community 可是如果我們對free person的要求更高的話 你實際上還是把你統治的人民 當作是某種像小孩子一樣的對待 所以你還是沒有真正的尊重他們 完全徹底作為一個political animal 這件事實 所以被你統治的那群人 他們一定會覺得有抱怨 他們覺得他們能夠參與政治的尊嚴 很容易被剝奪了 所以你容易在城堂裡面樹立敵人 然後這些人民可能就會出來反抗 所以這樣子的體制 其實它是best best in the sense of 我們真的讓有complete virtue的人來統治 所以它是best 你看它會說這兩種體制 我們可以把它叫做best region 而且這也是傳統上 古希臘人會說這個是best region 而且這best region 果然確實讓best person來統治 它的問題是在於 它沒有真正把它統治 然後是完全徹底的free person 所以它容易塑造敵人 因此它其實可能會是不穩定的 我們開始慢慢發現 對愛秀來說 它雖然很快的把這一群 當作是create region 它立刻又加入了其他判準 竟然告訴你說 沒有沒有 這六種旅群 當他們在說他們是公正的時候 他們都有對的地方 和不對的地方 我們事實上要去細看 每一個旅群裡面的人 怎麼主張他們是just 或是不just 然後看他們主張對還是錯 然後去找出其中的正確 和這個我們需要幫他去改進的地方 所以這兩種也不是真正的best 可是卻被大家通常稱為best 大家要注意到這一點 應該是說這家人被稱為best 可是他還是有他的缺陷的地方 好 那這個polity是minitary virtue在統治 就是擁有這個軍事能力的大多數一般公民 好 那我們再來看這兩個 這個是讓少數人統治 可是這少數人多半是只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統治這樣 那這樣一種情況呢 艾爾蘇德會說 我們如果在現實中看到 這樣一種情況通常就是有錢的人在統治 有錢的人總是少數的人 當這群有錢的人掌握政治權利的時候 他們只為了自己的利益在服務的時候 這就是寡手統治 而且他們這個正理他們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去追求財富 這是他們正理的主要目的這樣 那我們已經把最原始邏輯的理想類型開始落實到現實生活中 對待說他看到的就是當少數人在統治 而且他們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統治的時候 那如果是多數人擁有政治權利 可是這些多數人啊 因為他們沒有相對上比較好的Virtue的訓練 就是說你讓 你必須要能夠擁有Minitary Virtue啊 你至少你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金錢 和閒下時間去買軍備 去練習身體 去參與軍事訓練 所以擁有Minitary Virtue的這群多數啊 在Polity裡面 他們的財富是要到一定帳的程度 他們才能夠擁有Minitary Virtue這樣 可是在大多數 古希臘可以看到民主體制裡面啊 雅典為了要讓更多的這個工匠啊 能夠進來幫他們去划船去打仗啊 這些工匠即使沒有錢 他還是會在戰爭的時候徵召他們 那怎麼辦 他就相對上給這些工匠政治權利 雖然他們開始把很多政治權利給很多 就是基本上沒有基本財富買裝備 沒有基本財富去練習軍事技藝的人 雖然沒有一個基本的這個Virtue的訓練 對亞洲的來講這樣 而他們就是大多數的人 而且大多數他們其實是窮人 那他們通常會主張說 在Democracy裡面 他們通常會主張說 你只要不是Slave 你就有資格治理 所以他們對他的主張是 大家是按照你做一個Free Person的資格而統治 你只要是 Free Person的第一個意義就是你不是Slave 那很多很貧窮的工匠他們都不是Slave 那你如果讓這些很貧窮的工匠 能夠參與政治的話 然後這群人又是多數的話 他就變成是一個民主體制 所以他雖然他的主張 他對於公正的主張是說 我們認為任何只要是Free Person的人 他都應該可以參與政治 可是因為現實生活中這群人啊 他們沒有足夠的金錢和閒暇 去對他們這個Virtue做基本的訓練 他們是一群窮人 所以這群人他們沒有那個Virtue去關照 Common Good 他們通常是只關照自己的Good的一群窮人 所以當一群窮人只為自己的利益而統治的時候 那就變成是Democracy 那特色就是一群窮人在統治 一群窮人在統治這樣 那對愛說來看到的是這樣子 就是說事實上在古希臘 大多數的政體都是這兩種 不是寡頭政體就是這個民主政體 那大家可能都會宣稱自己擁有Virtue 比如說寡頭政體的這個有錢人就會講說 因為我們就有錢了 所以我們這個家境比較好 所以我們就有比較多的能力去受教育 然後去培養Virtue 可是最終他們實在是由財富來決定的 可是他們會去宣稱他們自己擁有Virtue 那大多數的這個民主國家 民主體制的這個城邦 也是窮人在統治 也窮人是多數這樣 所以就要弄體制 事實上是大多數古希臘的一個現況 然後這種非常的少見 哪有多數人有足夠的錢去做軍事訓練 去買軍備 因此擁有基本的都是出來去關照他們的部分 這種也極少見 大多數都是這兩種 那這時候怎麼辦 才是我們應該要去思考的 對來說來講 那大概他的這個 這個基本對這個政體的分類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知道他這個 一步一步要去更走向reality之後 他會對個別的政體做一個更現實的描述 更現實的描述 其實就是窮人 更現實的描述就是為了金錢這樣 好 那亞里蘇爾就會 現在開始討論 他就說 好吧 那我原本的分類就是 corary gene和incorary gene 這分類顯然是有瑕疵的 因為每一個regime 都宣稱他們是公正的 可是每一個regime 是他們的公正 都只是從他的觀點來看是公正的 那完整的公正 似乎並不完全能夠容易的看到這樣 那我們再來看他們怎麼樣去宣稱他們是公正的 什麼叫做justice 或是political justice 我們現在特別講的是political justice 那所謂的justice 對愛說的來講 他有兩種 一種是完全的這個 就是這個 印報 或是就是這個 以牙也還牙一言還言 這就在刑罰正義上面 就是不管你是什麼樣子的人 你造成的傷害 你就要去補償回來 不管你的財富 不管你的德性 不管你的什麼 這是完全均等的一種爭議 那這個在刑罰正義裡面是最明顯的 完全均等的一種正義 任何人做錯了什麼樣子的事情 他就應該受到什麼樣子的懲罰 這就是一個均等 我們就要求均等 然後在財務上的合作 如果任何人多少貢獻 我們就給他多少的這個回饋 這也是一個均等 均值主義的這個平等正義 可是在政治的領域上 我們要講正義的時候 對愛說的說 就不是一個完全的均等主義 實際上我們要注意的正義的一個基本原則是 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這樣子 那我們想要等的這個東西 是political power political authority 在政治這個領域這樣 因為你們什麼樣子的這個特質相同 所以你們值得擁有相等的政治權利 因為你們什麼樣子的特質不同 所以你們擁有什麼樣不同的政治權利 我們要去找出到底什麼樣子的關鍵特質 可以讓我們去區分這個人和那個人不同 也因此呢 他們擁有不同的政治權利這樣 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這樣 那對這個愛說來說 這叫做比例性的正義 在政治領域裡面是這樣的 你用什麼樣子的主張說 因為我和他不一樣 所以我比較應該獲得比較多的政治權利 或者說像我這樣的人 擁有這些特質的人 應該擁有比較多的政治權利 像他們那樣擁有那些那些特質 不像我一樣的人 他們應該擁有比較少的政治權利 這叫做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 你看我在某些東西上相等 所以我們擁有相同的政治權利 然後不等擁有不同的政治權利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 你宣稱什麼等還是不等 來去主張政治權利這樣 這就是你的claims of justice 那我們看到一個政治社群裡面 大家在訴求什麼是等或不等 就是第一項的時候 通常會有幾種東西 一種東西就是virtue 你說你的virtue比較高 所以你應該擁有比較多的政治權利 對不對 一種是財富 你說你財富比較高 所以你應該擁有比較多的政治權利 那一種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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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身 virtue 你說你的這個出身比較好 所以你應該擁有比較多的政治權利 這樣 出身這個特質在這個 人類歷史上一直都是一個還滿重要的一個主張 這樣 就有些大家族 他們會經過了這個 數十年 數百年 然後他們都是一個非常非常這個 有權有勢的家族 那他因此認為說 如果我在一個比較好的家族中 這個出身的話 那我就會擁有比較好的教育 比較好的這個什麼什麼什麼 因此我有比較好的這個德性這樣 所以維尤普通常也會去指涉說 這個人事實上好像有比較好的virtue 他只是一個這個 好像的一個代幣的一個這個象徵這樣 那你有可能會說 這三種呢都不對 我覺得只要是free person 就應該擁有政治權利 所以大家應該全部均等 他就說我們通常看到就是這四種 一二三四 這四種主張在互相的這個競爭這樣 那古時候 如果是在比較遠古時代 你可能會有依據年紀的 現在部落可能還有依據年紀的 因為年紀某種意義上可能象徵著你有virtue 對不對 在傳統比較這個純樸的這個社會對亞來說來講 那因為你有年紀的人 相對上確實比較有智慧 因此他們就比較有virtue 所以在傳統裡面可能 Edge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特點這樣 可是事實上 我們現在在古西家看到對亞來說 主要就是這四種在互相的這個 在互相的這個競爭 誰應該擁有政治權利 然後他們對這個政治正義的主張就會不一樣 有些人主張應該 比較多德性的主張 應該有比較多財富的 有些人主張是這個 will wrong的人這樣 那對亞來說來說 這四種主張啊 都各有各的優點和缺點 你如果用virtue來主張的話 就像我剛才講的 用virtue來主張就是 主要就是這兩種 有人是擁有最高virtue 他就應該有最多的政治權利 對不對 那如果有一個人是一個 這麼優秀的人 他就應該是the best person 那他就應該是做王子般的統計 這樣 可是就像我們說的 這兩種他們事實上 都有他的問題存在這樣 所以你完全以virtue來去宣稱的話 看起來很對 可是結果 現實上的結果就是 那難道你就是要接受kingship 和aristocracy嗎 可是他似乎並不是很穩定 因為他事實上 讓大多數人都沒有政治權利 然後因此宿敵很多 所以virtue是不是完全是對的 我們打個問號 那財富 你知道嗎 擁有財富是一樣 擁有財富的人會講說 為什麼要擁有財富的人 擁有政治權利 因為擁有財富的人 擁有很多土地的人 所以擁有財富的人 擁有很多很多的土地 那土地本質上其實是公共的 就算那個是私人的土地 他還是屬於整個城邦 所以讓擁有財富的人 去擁有政治權利 事實上是讓土地這件事情 擁有土地這件事情 成為擁有政治權利 那這個似乎並不是一個很大的缺點 因為土地是屬於大家的 這是第一個好處 第二個好處是說 擁有財富的人他們相對上比較可靠 因為他們可能就是要做很多生意 雖然必須要講信用 因為他們很怕自己的財富被剝奪 雖然相對上可能比較可靠 所以擁有財富 擁有擁有財富的好處 但是說他會試圖去幫每一個理由 說他的優缺點這樣 可是他的圈點當然也很明顯 而且他的圈點還包括說 難道今天如果擁有 如果一個人他的財富是富可敵國 比如說很多有錢的話 難道你要讓那個人單獨統治嗎 所以你純粹以財富 來去宣稱統治的標準 上也有他的問題這樣 那你如果用出生這問題也很大 那這問題會遇到財富的樣子 如果有一個人他出生最好 那你就當這一個人來統治嘛 而且出生這件事情雖然看起來 出生好的會比較有Virture 可是看起來也並不是一定的一件事情這樣 所以他有他的缺點這樣 那Free Person的話 第二句來說缺點很明顯 Free Person就是說 如果大家只要不是奴隸就可以統治 那結果就是很容易像這個Democracy一樣 這群人主要都是窮人 那窮人呢 他們實際上沒有什麼太多的Virture 他們實際上只會按照自己的利益來統治 所以Democracy他實際上 在現實生活中經常經驗就是 多數人 多數窮人在統治 而且多數窮人 如果他們完全有政治權利 又不受解制的話 他們通常就會去剝奪那些有錢人的財產 然後把它重新分配 那這個承包其實對奧隸來說其實就毀了這樣 你就完全沒有按照任何的公正的這個法律來統治這樣 所以完全按照Free Person來統治 這個標準來統治的話 你就會變成一個完全不受節制的一個民主這樣 那他也是有問題 對不對 那除此之外啊 奧隸先生還會說 除了每一個主張 他推到極致都有他的缺點 每一個主張單獨來看對他的缺點 而且啊 一個政治社群啊 他事實上 要包含的這個成分啊 是所有的成分 一個政治社群不可能沒有財富 一個政治社群不可能只有Free Person 一個政治社群不可能沒有Wearbone的人 一個政治社群不可能沒有Virture 所以你如果讓任何一個東西單獨獨大的話 你就忽略另外一個東西對這個社群的這個重要性這樣 有些人對這個社群始終有一個重要的重要性 Free Person這群呢 對政治社群始終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 所以你如果讓Free Person完全沒有政治權利 那有財富人完全沒有政治權利 那對政治社群的基本穩定來說都是危險的 因為這四個成分看起來一個政治社群是缺 是不可能沒有這些成分 非常多或多或少占據一定程度的這個力量這樣 那你如果讓某一塊的力量完全沒有政治權利 那也是危險的 因為我們認為基本還是要基本的這個穩定 那這也是這個 就是每一個主張對他的這個優缺點的一個原因之一這樣 那我們來看他的一個比較有趣的一個主張 是關於這個民主的統治 他說民主的統治雖然我剛才說的那些缺點對不對 就是Free Person 這樣的主張會導致一大群窮人在統治 那如果只為自己的利益而統治的話 通常就會造成這個 這個少數有錢人的財富會剝奪 那這會是一個這個也是很糟糕的一個真替這樣 可是民主真的有民主真的有好處 那他們的好處的主張通常有兩個 一個是說雖然我們這群人啊 大家沒有很優秀的德性和這個prudence virtual and prudence 可是大家有或多或少有部分的virtual and prudence 對不對 就大家或多或少有一些嘛對不對 這個菜市場這個賣菜的人啊 這個做什麼什麼 大家都有各種各樣不同的virtual and prudence這樣 那如果我們把這群人全部都集中在一起 讓他們去審議和討論的話 他們這群人他們就有多隻手多隻腳 那他們的這個感覺也很敏銳 因為有大多數人把各種不同的問題說出來 所以他們的聲勢也比較敏銳 也比較多元 也比較全面 那他們的手腳當然也比較多這樣 那這樣子一群人集中在一起的時候啊 他們做出來的判斷啊 事實上是不會比一個最優秀的人 或是少數優秀的人來的差 那一群人在一起做判斷的時候 因為他們各自有部分的virtual and prudence 他們有各種不同的sensus 他們有各種不同的手和腳這樣 所以集中起來就會不比少數的 最優秀的人差 他說他們會這樣主張這樣主張 看起來是有道理的這樣 可是當然啊 並不是所有的多數人 都會能夠有這樣子一個好的思辨能力 所以他立刻補充說 如果要真正讓這樣子的多數人 能夠有一個好的判斷能力的話 我們或許要加入一些條件上去 這些條件就是說 我們大概不會讓一個最好的 最重要的政治職務 最重要的政治職務 給這些沒有德性基本訓練的 這些多數人來做 所以我們也許要把最重要的政治職務 還是留給那些virtual比較好的人 或是出身比較好的人 那讓多數人讓他們的工作 只集中在選舉 就是選哪些office的出來 或是讓他們去監察 哪一個office的過得好還是不好 那他們的工作 局限在選舉和監察的工作裡面這樣 然後讓真正擔任重要職務的人 是真正Virtual上比較好的人 如果我們可以讓民族體制去混入 讓Better person做一個比較重要職務的人的話 那這樣的一群multitude 這樣的一群多數人 他們做出來的判斷就會 就會是理想上 確實是比少數的人 或是少數最優秀的人來的不差 而且可能會比較好 所以在這邊講的是說 你要讓多數人能夠自己的比較好 它其實一個關鍵要素是 我們要加入一些 Aeristocracy的成分進去 讓一些Better person 能夠去做那個最重要職務的人 可是我們還是仍然保存 多數人治理的好處 就大家有比較多的sensation 大家sensors有比較多的手和腳 有比較多的prudence的面向這樣 那他說可能會有人反對 這個反對的因素是說 他們會認為說這個 你即使把這些多數人 把他們的權力集中在這個選舉 去選舉人 還有去監察上面 他還是有問題 因為啊 我們可以舉三個因素來講 一個是說啊 你看喔 一個醫生 你要讓誰去判斷這個醫生 把一個病人醫的好 你事實上就要讓這個醫生本能來做這樣 醫病的人 和判斷怎麼樣算是醫的好 應該是同樣是那個專家來做 你怎麼會讓這個優秀的人 你怎麼會讓Better person 來去做officer 然後讓多數人來去做judge呢 這樣作為判斷者 和作為一個真正在實作的 這兩者的身份的分開 好像不是我們一般對於一個事情 要怎麼判斷的一個基本看法 我們會認為說一個好的一個 醫療的一個成果 或是好的一個工匠的一個品質 或是一個好的繪畫 你應該是要讓做的人 和評斷的人是同一個人 這樣 那這樣的話 他們就會做出一個比較好的判斷 而不是讓一群沒有什麼經驗的人 來做一個判斷者 他們難道會做出一個 比醫生來說好的判斷嗎 所以這牽涉到了 能力相當的一群優秀的人 有受過教育的人 來彼此互相評斷似乎是比較好的 而不是六個人一群沒有經驗的 沒有受過教育的多數人來判斷 這樣 就是要去反駁 民主制人會這樣子反駁 這樣 那還說 也立刻回應他 他說 確實有一些art像 醫療這件事情 你可能會說 專家他同時是一個判斷者 是一件比較好的事情 可是有很多其他種的art 那個專家在從事這個art的人 和評斷這個art的人 似乎是分開是比較好的 比如說建築師蓋好的房子出來 誰要去判斷房子真正好或是不好 其實是住的人 對不對 那一個好的廚師做出一個美好的晚餐出來 誰適合去判斷這個 誰適合去判斷這個晚餐好不好吃 應該是吃的人啊 所以在有一些特定art上面 事實上是使用者 他並不比那個真正去從事那個art的創造者 maker 製作者 他的判斷能力其實沒有比較差 而且可能會比較好 所以到底什麼樣子的art 適合那個專業的人來做判斷者 或是那些使用那個art的人來做判斷者 你要依這個art來而定養 那就政治這件事情啊 也許他是使用者來判斷 是一件比較好的一件事情 而不是讓那個專業的從事來判斷 什麼是好或是不好這樣 這樣子的話就會讓多數人 作為一個雖然沒有經驗 沒有受過教育 也不是一個專業的人 可是他們作為一個使用者來說 享受者來說 他們是一個比較好的判斷者 這個是有道理的這樣 所以在所有的他在這方面 也同時去幫民主辯護 可是你要再注意到他 其實他永遠是在講雙面的話 所以民主有他的好處 我們剛才就講民主的好處 他也有他的壞處 我們剛才講的是民主的壞處這樣 對不對 那我們要去節制民主的壞處 就是讓一些virtue比較好的人 來跟這些多數人 一起來共同的統治 這樣我們大概就可以 比較能夠節制民主的這個壞處這樣 因為多數人在古希臘的思考裡面 在亞里蘇丹巴奧的思考裡面 事實上都有這個特性 就是他們比較窮 比較沒有受過教育 然後也比較少這個餘裕去參加政治這樣 那民主他們比較考慮的是私人的這個生活 然後比較有興趣賺錢 然後對於比較高貴的 Living Will的生活是沒有太大興趣的這樣 那這樣子一種評斷 事實上在西洋正常維持很久 你去看這個莎士比亞他寫的政治劇本 他對The Many一樣都是這種看法 所以莎士比亞事實上是王志的這個支持者 他實上是非常忌憚那個時候 會出現的這個共和體制這樣 因為我們對The Many 基本上是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看法這樣 那這個看法 當然後來就會開始被 提倡民主的人推翻 那如說大概是很重要的一個推翻 到底The Many的特質 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思想家這樣 那最後我們就是在提到 兩種我們剛才講到的 就是說 那什麼是best possible的regime 那有一種旅進是叫做mixed regime 它是mixed democracy 你看我們現在看到 限制生活中 主要是這兩種 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樣找出什麼是best possible 那有一種做法事實上就是 要去把他們兩者的特質 mixed起來 mixed起來大概就可以 各自避免各自的這個缺點 然後各自可以讓原本的這個體制 能夠維持得比較久這樣 那他就講說你看 那像民主體制的特色是什麼 民主體制的特色是要讓所有的人都能夠參與 因為他認為每一個自由的人 都應該能夠參與政治權利 所以你再窮人都可以參與政治權利 所以民主體制的特色是要去付錢 讓窮人來參與政治權利 讓投票的 因為窮人通常比較忙比較累 他們上面有時間 在禮拜六的時間來投票這樣 其實我們選擇在禮拜六投票 對很多很窮的人來說 禮拜六都沒有時間去投票的 所以你真正要讓所有人有平等的權利 一個真正的民主體制 你是要去付錢讓人家來投票的 對不對 你今天禮拜六早上 你這個貧窮的人工作 你這樣可以獲得兩千塊錢的工資 所以你捨不得來投票 那我就付你兩千塊讓你來投票 所以只有付錢讓窮人來投票 才能夠真正做到平等 這是民主體制的一個特色這樣 那寡透體制正好相反 寡透體制的特色是 但是有錢人也不太想要投票 因為有錢人也是忙著賺錢這樣 所以你要讓有錢人願意去 在寡透體制參與政治啊 寡透體制會去罰那些窮人 不來參與政治 這就是寡透體制這樣 因為寡透體制就是要讓 越有錢的人 越有政治權利越好 而有錢的人也是忙著賺錢這樣 所以在寡透體制裡面 你要讓有錢人特別想要參與政治 你是反而是要用罰錢的方式 如果你不來投票 你就要被罰錢這樣 就是過來明天不投票 你就要被罰錢這樣 所以寡透體制和民主體 他們正好這個是相反 一個是要付窮人來去投票 一個是要去罰富人 如果不來投票這樣 他們各自想要去鼓勵 窮人和富人來參與政治這樣 然後在民主體制裡面啊 他們主要特色是抽籤 那選舉並不是民主體制的特色 選舉實際上已經參雜了Virtue在裡面 我們選舉的一個基本想法 是我們要選出比較有德性的人 比較有能力的人來統治 對不對 當你認為比較有能力 比較有德性來統治 這樣的想法出現的時候啊 你其實主張的是Virtue 而不是Free Person 作為分配政治權利的一個判主 對不對 所以我們當代的這個選舉 民主體制對愛秀來說 他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民主體制了 單純的民主體制 實際上大概就是抽籤啊 誰做總統抽籤 誰做外交部長抽籤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完全平等的 這個政治權利去參與政治這樣 那確實雅典是這樣子的 雅典的那個平常行政領袖 是抽籤抽出來的 然後每個人似乎在他一輩子的經歷裡面 有兩次可能去能夠做到這樣 大家都有平均的機會 看到那個最大的那個政治職務這樣 抽籤還是真正的民主體制這樣 那民主體那也包括你不能夠設定任何的 這個財產權的這個限制 然後你所有的這個office都不要開放給這個所有人這樣 那寡兜提示呢就是沒有 這個office是要是選舉的 選舉事實際上是Oligapy的一個特色 而且你會設定這個財產權的這個quiterior 這也是Oligapy的一個特色 因為他希望越多有錢人的統治 掌握政治權利越好這樣 所以這兩者是各自的特色 那什麼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migature region 事實上就是結合這兩者 你自己付錢請求人來這個投票 你也對這個有錢人罰錢如果他不來投票 然後你既是在比較低的office抽籤 可是比較高的office 你可能設定了財產權的限制 你可能是要這個選舉這樣 那對亞歷斯人來說 你看任何一個Oligapy和Democracy的region 如果他遇到不穩定的問題 他如果往往去摻了其他region的特色進來之後 他反而可以變得比較穩定 那我們就可以勸說這個Oligapy和Democracy 能做一個比較好的對他來說 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改革這樣 那這種混合的region 亞歷斯人會說他在現實生活中 他會有點接近polity 可是他仍然不是最ideal的一種polity 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一個東西 我們不用太去管他這樣 所以他有時候會說mixed regime其實就是polity regime 但他只是一種接近而已 他會接近 如果你越mixed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你會接近好像讓有virtual的多數人在統治這樣 可是這個接近事實上是有一些問題我們就不用去深究 那再來就是middle in regime 那對亞歷斯人來說 有另外一種best possible regime的選擇 事實上是真正best possible 那這種best possible是大家各種旅軍都可以去或多或少是有可能達成的 因為他不需要你這個旅軍人有太多的教育 太多的財富 太多的virtual 你這個旅軍人大家都很平庸都沒關係 而且大多數旅軍人大家都很平庸 沒有太多的virtual education財富這樣 可是沒有關係 我們事實上還是可以幫助你達成一個非常好的一種治理的一個成效這樣 那這樣一個想法就是說 你可以觀察到啊 往往在一個population的群裡面啊 那些特質是中間特性的人 他們實際上是最適合統治的一群人這樣 最適合擁有政治權利的一群人這樣 那這些特性包括你的這個力量啊 你的財富啊 你的這個朋友啊 那你的這個外表的好看的程度啊 然後你的出身啊 其實這裡面沒有virtual 但是很狡猾把virtual從這裡面拿掉 他特別講的是說 我們如果去看這個fortune的意思是說 他是一個外在得到的 他並不是一個你透過自己的努力而得到的 virtual是你透過自己的努力而得到的 可是今天如果你是透過一個外在命運而得到的那些好的話 包括你的力量就是天生的 然後你的這個朋友啊 朋友通常是因為你很有財富 你這個外表很好看等等這樣 然後你的出身啊 如果你這方面這幾個特質的人啊 你特質越中等 像你是一個越適合統治的人這樣 那他提供一個三個理由 這大家其實都有讀到 一個是你最容易去聽從理性 你如果是一個一出身就很有錢的人 你大概會非常傲慢 你不會很容易聽從理性 可是因為一個出身太貧賤的人 你會太自卑 那你也不會太聽從理性 而且你自卑之後可能會產生很多怨念 惡念 那你也不會太聽從理性這樣 所以反而是這個出身最中等的人 他是最容易聽從理性的人這樣 那還有就是出身最中等的人 那第二個特質是說 他比較不會嫉妒別人 他也不會去瞧不起別人 出身好的人容易瞧不起別人 出身很低的人容易嫉妒別人 那嫉妒和輕蔑兩個 是不容易成為朋友的 所以反而是出身最中等的人 他們事實上最容易 在彼此之間產生感情而形成朋友 那這個對於一個政治社群的一個 治理和被治理關係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樣態這樣子 而且這群人呢 他們事實上也是能力上是最相似的一群人這樣 那我們也有提到 這個political community political animal 最好是大家能力相似這樣 如果有一個能力極為接觸的人 我們可能就要去實行的是kinship 那kinship上有他的問題這樣 所以最好是大家能力都相當是最好的這樣 那這樣一種情況也是 當然是最少的這個派系的衝突 因為裡面有最有錢人 最貧窮人兩邊 是互相結成派系互相鬥爭這樣 你讓中間那群人 是 他們如果是最大的一群是最好的 讓他們沒有政治權利 所以你就越沒有派系衝突 所以你這個政治社群 就是越穩定越持久 那這樣就是一個 大家在可達成的範圍內 最容易去達成的 而且確實達成之後 也卻能夠維持的統治的長久 這就是Middle-Yu Regime這樣 那就是他對於鋁菌第四種知識的思考 他就會去提出Middle-Yu Regime的這個想法這樣 那為什麼Middle-Yu Regime比較好 是因為你不需要太多條件 那他是對大多數的城邦來說都是比較好的 因為大多數城邦是最容易達成的這樣 可是他這邊有一個tricky的地方 大家可以注意到 他其實後來又有講 他說Middle-Yu Regime 雖然是很多城邦都是有可能能夠達成的 因為這樣子的一種人 事實上到處都存在的 可是你可以看到他事實上還是不容易出現 因為Oligology和Democracy這兩種政體的人 他們各自都 如果你這個社群裡面有窮人和富人的話 他們故意鬥真的很厲害的時候 他們實際上是不會讓那些中間的那群人 掌握政治權利 也不會讓這群人的這個population擴大 他們都會各自擴張自己的派系 而不會讓Middle-Yu Regime那群成分擴大這樣 所以事實上Middle-Yu Regime 現實中也不常見 這樣我就很納悶啊 你不是說這個一定是best possible 大家最容易獲得的 所以你就說他不常見這樣 所以這方面也是一個我們有困惑的地方 所以他在一個最後他去講說 那到底什麼樣是一個比較好的 面對你的政體的最好的一種行動 他最後給的建議是這樣 每一個政體呢 他事實上最好呢 是想辦法去保存他自己 可是你為了要保存他 事實上你必須要改良他 你如果不改良你就無法保存他 你只有改良他才能保存他 那改良他事實上有兩種方式 一種方式呢就是你去施政上去擴大那個中間的成分 那必須要Oligarchy或者是擁有democracy的那兩個政治群體 想要去擴大中間的成分啊 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這種情況也不那麼常見 大家可能不會想擴大中間的成分 所以我們給他第二個建議就是讓他混合 那我就建議你民主政體 往寡頭政體改革一點 寡頭政體往民主政體改革一點 這樣你就會變得比較容易去保存自己 因為你就改良了他這樣 那這是我給你們的這個基本上的建議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 這就是這個愛說者對於政體的這個主要看法這樣 那他有一個對於什麼樣子的政體 適合什麼樣子的城邦有一個這個 關於穩定性的一個基本上的條件 他會認為說一個政體要穩定啊 你必須要想要讓這個政體持久的城邦內部的那個成分啊 他必須要比不想讓這個政體持久的那個成分來得更卓越 這個卓越包括量和品質上的卓越 也就是說啊 如果你今天這個城邦裡面啊 少數人是有錢人 可是這個有錢人他們有錢到非常非常有錢啊 他的這個值也非常非常大 所以他的量雖然少 可是他有錢到一個太大的地步啊 導致他的力量事實上是整個城邦裡面最強大的這個力量啊 那維持穩定最好的做法可能就是オリガキ 而不是其他的 那就是寡頭真理是一個維持穩定比較好的做法這樣 那如果這個城邦裡面有少數幾個人 他的德性極度的優秀 雖然他們的人數比較少 可是他們的品質非常的高 德性的那個品質非常高 那我們應該要讓他們來統治 也就會相對上比較穩定 可是那個優秀要優秀到很高很高的程度 比所有人加起來都優秀 那就應該讓他們來統治這樣 那所以說任何的一個城邦他要穩定下來 什麼樣子的體制對來說比較好 你要去研究那個城邦目前的各種組成成分裡面 哪一個組成的成分 他的品質和他的量數量加起來是最大的 你要讓他去決定這個陣體該長什麼樣子 然後因此他會持續讓這個東西像這個樣子維繫下去 那這個城邦就是一個最穩定的一個城邦這樣 他最穩定還有一個這樣子的看法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穌他是一個非常實際的人 他認為一個城邦他雖然說他出現的時候是為了living 最後他會想要達成living well的一個理想 可是living和living well兩者不可偏廢這樣 所謂living就是說你是為了穩定 你必須要考慮穩定 你必須要考慮安全 你必須要考慮持久 你必須要考慮生命基本的necessity對你的要求 這個是living 光是考慮living啊 你這五種成分可能都不能或缺 因為你如果忽略了某一種成分的話 你可能就會導致你城邦連這個穩定都維持不下去這樣 那你就考慮living之後 你才能夠比較有心想考慮living well這樣 所以他是living和living well 他都是需要的 那很多時候他去研究一個旅軍要怎麼樣改革的時候 他其實專注的是在stability上面 是在living上面 可是常常你必須要把你的這個體制改良得更好 你才能夠living的更持久 可是你改良得更好的話 事實上就會往living well稍微 稍微living well一點這樣 那這個是要理說的一個基本的思考方式這樣 大概是怎樣 大概有什麼問題 如果這樣子聽了之後你們再去讀啊 你就不會覺得讀起來這麼困難 你們覺得讀起來困難是因為他太多的詞彙 你們不知道他在幹嘛 你講free person在幹嘛 然後你講multitude在幹嘛這樣 為什麼忽然又變成是有錢人在講到 有錢人或是又講到貧窮的人這樣 他背後的理路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們再去讀一下 如果現在再去讀的話 你就會大概非常了解他到底是在幹嘛這樣 好 那我們這個一下就跨越了幾千年 來到了這個意大利的城隍國家這樣 那我們從這裡開始是有意義的 因為我大概覺得整個modern modern大家會稱呼modern是什麼 現在對不對 實際上modern他比較 我覺得比較學術的一種稱呼法是近現代 他是包括近代和現代這樣 那到底modern的起源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大家當然不同的主張就有不同的這個說法這樣 那我個人是認為說modern如果從這個 這個中世紀後期 然後義大利城邦的這個興起來看modern的話 是一個還蠻好的觀點這樣 而且這個觀點可以直接切入到 跟亞里斯多德去對話這樣 因為亞里斯多德文本事實上在古希臘文明 後來被這個馬其頓帝國消滅之後 亞里斯多德文本事實上就慢慢就消失了 他事實上就連古羅馬的人 古羅馬帝國 古羅馬共和的人 他們事實上手上都很少亞里斯多德文本 所以大家可以在 他們可能在其他的哲學家裡面聽過亞里斯多德 在亞里斯多德很重要 然後提到亞里斯多德的論點 他沒有真正看過政治學 他說政治學其實就慢慢慢慢就失落了 可是他其實失落啦 古羅馬共和在某一個意義上啊 他事實上或多或少實現了解說的 對於人是政治動物的看法 或多或少實現了這個polity的這個理想這樣 古羅馬共和一個基本上的理念就是說 你只要是古羅馬的公民 你就有完全平等的政治參與的權利 沒有任何人可以當一個master一樣 在slabe我們這些其他公民這樣 所以任何人的這個權利地位財富 如果提高到一個程度 大家就會對他很警覺 覺得我們是不是要成為slabe這樣 所以你看那個時候凱撒 當他開始這個權力慢慢崛起的時候 很多那個時候的羅馬共民都很alert 覺得如果他權力太大 我們就要成為一個slabe 那樣的背後其實就是亞里斯多德式的思考 這次社群應該是一群自由的人 這個大家一起集體統治 沒有任何人他有足夠的能力和權位 能夠去支配其他人 支配到好像我們變成奴隸一樣 這裡面一個對自由最根本的思考是說 我不要做奴隸 我不想像奴隸一樣 你看這種對自由的看法 和我們當代其實差別是很大的 我們接下來會講 我們應該開始要進入modern 所以會不斷地提到各種各樣的自由 可能大概有四五種 可是大家要記得 從古典亞里斯多德開始講的那個自由 是指我不想做奴隸的那種自由 我要跟一群自由的人相互平等的 一起集體治理我們自己 那個叫做自由 那一般認為古魯馬共和 其實很大程度上做到這一點 每一個公民都很努力的 這個貢獻自己的這個能力 然後把這個公共利益 放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 然後大家平等的互相治理對方 互相這個共同的治理 那沒有人可以像這個主人一樣 像奴隸一樣的支配我們這樣 這就是古魯馬共和 對自由的一個基本看法 他們認為他們這個自由是非常可貴的 而且這種自由也是造成大家 古魯馬能夠不斷的擴大 不斷的繁盛的一個主要原因 可是那個時候事實上 亞里斯多德文本本身並沒有佔很大的 在他們知識分子裡面 沒有佔很大的成分 可是他們還是按照一個或多或少相似的 我不想做奴隸這樣一個理念 再做他們最主要一個核心的政治理念 那大概到了中古末期的時候 這個歐洲人他們開始慢慢從阿拉伯世界 重新引進了這個古希臘的古典的這個典籍 古典的典籍大概到了中世紀的時候 就慢慢慢慢都消失了 到了奧古斯丁的時候 奧古斯丁事實上 就等下看過了古巴圖的文本都變得很少了 就古希臘的這些古魯馬文本都慢慢消失了這樣 都慢慢慢慢遺落了 然後就經歷了這個基督教世界很漫長的一個中古的時代這樣 而到了中古末期的時候 他們重新從阿拉伯世界 引進了很多古典的這個文本 包括阿里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 還有他的倫理學這樣 然後開始在這個中古的歐洲 引起了很大很大的這個知識上的衝擊這樣 那除此之外 在這個意大利半島這個地方 這個中古末期的時候 他也出現了一種新的政治型態 那出現的時候 他也是一種承邦國家的型態出現的 這個跟古希臘的承邦國家有點像 但是又不完全一樣這樣 那這些承邦國家 主要集中在北意大利 那他的這個承邦國家 大概有這些米蘭啊 威尼斯啊 佛羅倫斯啊 披薩啊 倫巴迪啊 帕多瓦 這個都可以成為這個咖啡店的這個名稱 對還有什麼沒用到的 大家以後要開的話可以去這個 拿去使用這樣 那這些承邦國家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那這個 馬基維利 他就是在佛羅倫斯這個地方長大的 那個時候主要的承邦國家還有包括這個羅馬 羅馬是 自己是一個這個教宗的這個國家 Papro States 他是非常強大的 然後還有這個威尼斯米蘭江 那這個時候 這塊地方 他在那個時候變得非常非常的富裕這樣 而且他的這個藝術啊 他的政治形勢啊 都到達那個時候被認為是整個歐洲地中海的這個巔峰這樣 那如果說這個 意大利城邦國家是整個地中海的這個皇冠的話 那維尼斯大概或者是這個佛羅倫斯這幾個小城邦 大概是皇冠中的這個最閃亮的明珠 所以他們各種各樣的成就都到達一個巔峰這樣 不然是藝術啊 建築啊 繪畫啊 等等這樣 那那個時候亞利城邦國家他們出現了一種 特殊的一種共和體制 這個中國體制他並不是 什麼姿勢上的刺激出現的 他就很特殊的在意大利北方慢慢慢慢的就自己長出來 就很多城邦國家按照這種方式來統治 那他們後來自己稱呼自己是一種共和體制 而且他們後來其實讀到了這個古羅馬和亞里斯多 亞里斯多德的文本 他們後來越來越用這個古羅馬和亞里斯多德的文本 來去理解自己 詮釋自己 然後來去追尋裡面看到覺得最值得追求的那些 Excellence 那些政治體制 那些自由這樣 所以某個意義上亞里斯多德的理想 然後古羅馬 然後在這個 經過一千年之後 竟然在這些城邦國家共和體制裡面 重新再長出來這樣 可是事實上其實是長得不一樣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 這些體制他們是自己長出來的 可是這些人他一直借用亞里斯多德和古羅馬 像西塞羅他們的相關來去詮釋他們自己 然後兩種慢慢慢慢開始出現了這個混合 那也還是有一些些差距 不過我們這個細節就沒辦法多去講到 那時候城邦國家事實上 有些是以共和體制出現 有些事實上是以王制的體制出現 所以事實上那個時候在意大利半島也出現了王制體制和共和體制之間的對抗 到底是王制還是共和也不斷的出現各種各樣的爭論江 那後來這個 後來事實上最後歷史上的獲勝者是王制 很不幸的 所以這些燦爛的共和的這個現象 事實上大概只有大概一百多年在意大利的這個北部 然後就消失了 然後事實上整個歐洲進入的是一個這個 這個君主的這個絕對君主制的領土國家這個情境裡面 所以事實上在歷史現實中是王制獲勝 不過我們看到那個時候的共和體制是長什麼樣子 那時候事實上是還蠻有趣的 他們那時候如果要選擇最高行政長官 我們看他們體制當什麼樣子 就最高行政長官 一個城邦他不會選擇他們自己內部的公民 他們會選擇外部的公民 外來的公民 因為外來公民當然是比較公正的 你如果選擇自己內部的公民的話 你通常內部的公民都是牽連進內部的各種地方派系利益裡面 所以他們裡面選擇外來的公民才是他們自己的這個 這個最高行政官這樣 而且他們選擇出來之後這個人 他並不是一個支配者 他實際上是一個服務者 他是選出來對他這些選民要負責任的 那他的任期大概是六個月 然後他是領薪水的 然後任期六個月結束之後 他事實上要被這些公民組成的一個監察機構 去檢查他的言行 如果他中間有腐敗貪污的這個情況 他就會被關起來 所以他會認證的施政 那六個月之後 如果他施政非常的獲得滿意的承認的話 他就會給一個很豐碩的獎品 讓他能夠離開這樣 那這樣的一個行政官 有廣泛的行政司法外交的權利 那他的這個統治啊 在一個共和體制裡面啊 基本上是通過兩種會議 一個會議是大概是六百人的一個大會議 這六百人大概就是這個城邦國家裡面 主要的這個比較好的家族 然後這個富裕的人 然後這個比較這個 大家知道那些公民都可以參與 大概有六百人這樣 他當然沒有包括整個城邦國家的人 可是他還是有六百個人的代表 像是廣泛的這個公民領袖代表 會組成一個大議會這樣 那這個 就好像自己還有一個小小的一個小內閣 是一個秘密會議 那大概有四十個人這樣 那裡面就是更是公民中的領袖 中的領袖這樣 通常都是很有錢的人 或者是這個傳統上層會族的領袖 當作是這個小議會的這個組成成員這樣 那這是一個他們共和城邦的一個基本的這個格局這樣 那這樣一個體制 他們自認為他們享有的是某一種 叫做共和自由的一種東西 那這個時候這些義大利城邦國家 他們事實上面對的是神聖魯馬帝國 對他們的這個侵略和主張 因為神聖魯馬帝國會說 依照中世紀以來的這個各種各樣的這個法律 事實上義大利北方是屬於我們固有領土的一部分一樣 那我的法律也是適用在你的這個上面 你們是沒有資格自己主張獨立的 那這時候義大利城邦就要去對抗這種 這種神聖魯馬帝國利用這個法律的一個傳統法律 或是傳統主權的一個宣稱 那他們主張的主要重點就是說 我們這個城邦國家已經享有一種政治自由 這種政治自由是由我們自己內部產生的 那因此呢我們享有一種自我統治的一種正當性 我們可以不需要借用傳統法律和傳統領土的正當性 來去鎮成我們統治的正當性 我們自己內部的自由產生了一個自我統治的一個正當性 那這種他們自己珍惜的自我內部產生的自由 它有包括說對外啊我是不受你們干涉的 你們事實上已經有幾百年的時間 事實上沒有真正有能力干涉我們 我們事實上實質上是沒有被你們干涉的 所以noninterference是republican liberty 共和自由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成分 我不被你干涉對外我不被干涉 那對內啊我也不會被任何的一個支配者去支配我們 沒有任何人可以像主人和奴隸一樣的統治我們 所以我們不僅對外不受干涉 對內呢也不會有人在支配我們 那對內不會有人在支配我們的話 它其實意味著啊我們大家是一個平等的公民 大家在集體的自我治理自己這樣 我們是一個self government的狀態這樣 那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 積極的參與政府的事務 那當然每個人在參與競爭當中 每個人可能有些人會變成很這個影響力很大 政治人物有些人的影響力很小啊 可是那個是競爭之後的後果 原則上每個人都有那個基本的資格去競爭去參與政治事務這樣 那這些自由的包括說我們可以自由的批評控制政府啊 然後成就政治事業啊 然後不畏懼任何這個支配者想要用權力自益的對待他這樣 這個是北意大利這些承邦國家在實行共和體制的時候 他們去宣布他們自己擁有的一種自由這樣 那這樣的這種共和體制 他事實上在當時實行的時候啊 遇到一些困難 他困難包括他其實很不穩定 因為他讓所有這個承邦內部的各種各樣的這個成分的公民 都可以參與政治體制 那你可以想見這些公民們會互相這個集結派系 互相鬥爭這樣 有錢人集結派系集結在一起 那傳統貴族集結在一起 那新興的這個中產階級的這個商人又集結在一起 然後大家相互鬥爭這樣 那理想是要一個 一個理想的共和體制的一個統治狀態啊 你要讓這麼多的公民都能夠進入政治場域裡面 那你有容許他們這麼激烈的相互的去競爭啊 基本上大家必須要擁有一定程度的德性 那這個德性是說你願意把公共利益 放在自己的私人派系的利益之上 可是往往啊 這種公民德性是很少見的 在現實生活中 大多數的人在派系利益跟公共德性互相競爭的時候 往往以派系利益做優先 那如果這些個別的派系 以自己的私人利益做優先的話 而不是以公共利益做優先的話 那我們就會說你這個共和體制的人民的 virtue的德性就喪失了 那你這個共和體制其實就是腐化了 它就corrupt了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共和體制就變得很不穩定 因為那一部就充滿了各種內鬥 甚至內戰 然後甚至大家就互相的這個廝殺 這也是刺客教條的主要原因這樣 事實上那個時候的各個派系 事實上真的會去派殺手 去互相去刺殺對方的這個政治人物這樣 其實鬥爭非常非常激烈這樣 那也因此很多的這個共和承犯國家 那個時候事實上後來變成了王制 因為後來因為太不穩定 太互相鬥爭了 那最後往往是一個最有影響力的一個大商人 大家族 他最後就是把所有的共和勢力都鎮壓 然後自己就成為一個擁有單獨 獨自享有權利的一個王 在統治那個城邦 那就變成了王制這樣 那馬基維利他勝負的那個城邦是佛羅倫斯 佛羅倫斯事實上就面臨了共和派 和王制派兩者互相的鬥爭這樣 就有時候共和派享有政治權利 那遇到危機的時候 王制派又忽然興起 又把共和派推翻了 那王制派又從國外回來又享有政治權利 那時候王制派的主要的領袖家族就是 梅蒂奇家族 那梅蒂奇家族後來事實上就是 整個大獲權 事實上後來就是整個支配了這個佛羅倫斯 然後甚至他 甚至梅蒂奇家族後來在整個歐洲 大概有四五百年的歷史 然後不斷地介入這個法國的政治 英國的政治 和這個神聖努馬帝國的政治裡面 他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一個大家族 甚至當代的這個 財經 這個銀行系統的信息都跟這個梅蒂奇家族 是有關係的 他在歐洲歷史有一個非常大的重要性 不過梅蒂奇在佛羅倫斯的這個脈絡裡面 他事實上是代表王制的一個勢力 他最後事實上是把這個佛羅倫斯的這個共和制 把他推翻了這樣 那這裡看到佛羅倫斯的一個基本的這個歷史 然後他其實就是一個梅蒂奇家族跟共和派的一個 互相的這個對抗這樣子 那馬基維利他非常的幸運 他在二十九歲的時候 那時候共和政體當權的時候 他在二十九歲就被共和政體 所以早去當了這個第二 第二總理 那為什麼能夠在那麼年輕的時候做第二總理 跟那個時候整個義大利他們盛行的這個 人文主義的一種 一種這個學術思潮是有關的 結果那個時候的這個北義大利 他們文藝復興的這段時間 他們非常熱誠的崇拜就是那些古典的文本 柏拉圖亞里斯多的胡羅馬這樣 他們認為說你要在一個城邦生活裡面的 真的生活你要能夠成功 你最重要就是要把這些古羅馬的這些 古希臘的文本 讀得非常的好 然後你要非常善於寫拉丁文 你要非常善於用拉丁文來辯論 這古羅馬的這個古典的這個人文主義的這個 學術傳統裡面 有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成分就是辯論 就是修持學 大家知道在古羅馬西塞羅那個時代 他們這個在他們的這個議會裡面 一辯論啊 西塞羅一講就是兩天 滔滔不絕真的講兩天這樣 非常可怕的這個修持學的這個訓練這樣 然後歸於那個時候的這個 這個義大利人來說也是 他們覺得修持學非常重要 如果沒有修持學的人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做一個好的政治人物的 那時候馬基維利他的一個天分 就是他從小培下的父母親培養 就是把這些古典的text讀得非常的好 很小就用拉丁文學非常美麗的這個作品這樣 那當然是辯才無礙這樣 那他去大學念書的時候 他的這個老師 一個一個教授 對他非常非常的這個讚上這樣 那後來這個教授在這個 共和派這個當權的時候 被找去當了第一總理 所以他就把他的學生馬基維利 把他帶去當第二總理這樣 所以馬基維利這個時候就有機會從政 那他當第二總理的時候 他的主要工作是被派去從事外交工作 雖然那個時候就有機會跟那個時候 整個這個北義大利的各個 非常厲害的政治領袖人物 有接觸的機會 而且他一派去 他大概就是派去半年 然後這半年的時間 他就會開始觀察 他現在在negotiate的這個人 包括這個 大家有讀到這個Sizer Borgia Borgia是他覺得 那個時候整個北義大利 最優秀的一個政治人物這樣 他說Borgia這個人 他在觀察他的時候 他說這個人 他所有的討論都是秘密 沒有辦法看出他到底在做什麼樣子的決策 他一做決策之後 他就非常非常果斷這樣 極度果斷無比 然後可以把他所有的這個謀略 一瞬間的全部執行出來 然後把他的敵人這個擊垮這樣 那他就非常非常驚訝於這個Borgia 有這麼卓越的一個政治的這個統治能力這樣 那不只Borgia 他那個時候就是出使不同的國家 包括去出使羅馬的教宗國家 觀察新的教宗 然後他也出使了這個法國 因為那個時候這個佛羅倫斯想要跟法王求助 來去這個打米蘭這樣 因為米蘭那時候跟這個佛羅倫斯四仇這樣 然後他也去觀察法王 然後他從法王那個時候 那邊側面得到了一個印象是 法國其實非常瞧不起這些 這些北義大利的城邦國家 或是佛羅倫斯 因為佛羅倫斯完全沒有自己的能力 在去抵抗外敵 他們覺得你們連自己抵抗自己的能力都沒有 你們還有什麼資格成為一個城邦國家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這個 馬基威斯出使法國中 就讓他覺得很受傷 他覺得我們這些義大利國家 事實上經常面臨的情況就是 法王也想侵略我們 西班牙王也想侵略我們 神聖羅馬帝國的那個 哈布斯堡這些德意志的這些王朝的人 也想侵犯我們 然後大家都覺得我們這個 這個義大利是一個肥沃之徒 有各種各樣的財富 那我們經常就處在戰亂之中這樣 那他就很希望有一些傑出的領袖 能夠出來去團結義大利 來去抵抗這些外來 這些王朝帝國的侵略這樣 所以他非常仔細的觀察 到底怎麼樣才是一個好的政治領袖 這個品質 在他作為這個外交官的這段期間裡面這樣 那後來很不幸的就是這個 這個佛羅尼斯他後來就 因為整個義大利這個政局的變動 這個 共和他又倒台 那馬帝國就跟著下台 然後美蒂奇這個家族又回來這個統治這樣 那馬帝國就很落寞的就下台了對不對 那下來之後他就是很想要繼續能夠被重用 他甚至有一段時間是被關 因為他是前一個救政權的大官 所以他就下獄這樣 後來好不容易因為美蒂奇的軍王 他後來選上了這個下一任的魯馬教宗 然後他們就舉辦了大特色 所以他才後來被釋放出來這樣 那馬帝國被釋放出來 他就是在一個鄉間就開始寫作 那他寫作的時候他第一本就是在寫軍王論 那軍王論事實上是大部分的文字 都是他那個時候在初始做外教官的時候 就已經寫下來了 他觀察波局啊 觀察這個Julius這個新的教宗 觀察這個法王 然後他很有趣 他很早就會下一次做判斷 他說這個人這麼這麼優秀 可是他就是缺這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他最後還是因為這個東西的失敗這樣 然後結果他的判斷都很精準 他每一個判斷都很精準 而且他就是幾乎後來有人去查他的那個 在那個時候寫的那個筆記 發現幾乎是如實的 把他直接放進他的這個軍王論裡面這樣 那他在寫軍王論事實上那時候 他也是很想要從政 所以他的軍王論他主要目的 就是要獻給這個梅蒂提家族 剛接王位的一個非常年輕的一個新的君主這樣 那他很想通過他的朋友 能夠去幫他這本書獻給那個新的君主 那後來他就沒有成功這樣 然後他後來就非常的這個失望 然後後來就是在他的這個 這個隱居的這個鄉間裡面 開始跟這個傳統的共和派的這些知識分子 又繼續的往來 然後他就寫了他的 被認為他的這個最重要的兩本著作中的第二本 就是這個Discourse on Levy Levy是一個這個羅馬的這個史學家 然後他去評論這個羅馬的史學家 他寫了另外一本羅馬史的著作 他就Discourse on Levy 就評論這個羅馬史的這個著作這樣 那這兩本書就成為這個 這是馬基維伊他最重要的這個兩本書講 一本書是在去評論和去這個主張 到底一個君王需要具備什麼樣子的一個德性 才能夠在義大利家的一個戰亂當中 能夠去維持政治上的成功 那他的第二本書是Discourse on Levy 他其實講的是共和體制 主要是共和體制 當然也包括軍王的體制 那事實上呢 他有人會去爭論說 馬基維伊到底是一個君王派 他還是一個共和派 那他自己是說 他覺得最偉大的政體 其實是一個共和政體這樣 因為綜合政體的common good 是眾多人一起貢獻出來的 那common good的這個閃耀和偉大 是君王制很難比擬的 所以最偉大的政體 其實是一個共和政體這樣 可是呢 當你去細究 他對共和政體裡面的政治人物的建議的時候 幾乎跟君王論是一樣的 君王該做什麼 那共和論裡面的那些政體也該做什麼 君王論裡面最惡名遭上的就是說 當君王面對必要性的一個要求的時候 必要性就是說 比如他的生存面臨危機 他的這個國家 他控制的這塊領土 面臨這個不穩定的危機 當他被necessity必要性驅使的時候 君王他應該要不顧傳統的善與惡 他就是要做他該做的事情 而且在必要的時候 他要知道怎麼樣去踏入邪惡 如果你是一個傳統的一個 一直維持傳統德性的好君王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真正去維持你的國家的一個基本的穩定的 這個觀點對君王適用 對他主張的共和制裡面的政治人物也適用 你共和制裡面的政治人物 當你面臨你的共和國的一個基本存亡危機的時候 你應該要不顧任何傳統的美德 你就是應該要把共和國的自由 共和國的這個生存 視為一個最高的一個你要追求的一個目標 其他所有的手段必要的時候都應該要使用 這兩點其實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所以我們觀察他的君王制 我們其實就可以觀察出 他對共和制裡面的政治人物 該有的政治建議是什麼 只是共和制當然更複雜許多 因為共和制裡面的那些政治人物 他們必須要把公共利益放在私人利益之上 那這個對馬記來說其實是很困難的 因為馬就一對人性的看法是非常現實 他覺得大多數人性的本性 是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的 很少人會把公共利益放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 所以古羅馬是這個 馬就一認為是共和制體制最成功的一個 古羅馬共和制最成功的一個時期 古羅馬能夠有一些政治人物 可以這麼卓越的把公共利益放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 這麼精彩 而且每十年大概就有一個這麼卓越的政治人物出現 這確實讓古羅馬共和能夠如此持久的一個關鍵因素 可是這樣的人其實是不多的 所以在他的dispossed on liberty裡面 他其實花了很多力氣去講說 那確實 共和體制真的要能夠維持持久 你需要政治人物 他不僅要有君王那樣子的一個 願意踏入邪惡的這種品質 你還需要把他的公共利益放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 這如何可能 這非常非常困難這如何可能這樣 所以dispossed on liberty 所以談共和制實際上是我們當代現在研究這個馬基維一 大家覺得最有興趣的一個文本這樣 他如何把對君王這個洞見 把它放在一個共和體制的維系上面這樣 可是我們對於馬基維一的討論 我們大概不會多去討論dispossed on liberty 因為那個複雜許多這樣 我們還是以他對君王論的洞見為主要的這個 我們要去討論的一個對象這樣 那這個也是相當足夠的 因為我們就會了解他對於這個政治成功需要的政治人物的品質的一個非常非常深刻的一個洞見這樣 那我們再補充一個東西就是說 我們談到這個那個時候的文藝復興時期 他們這個非常熱愛這個古典的文本 那他們也開始復興了一個古羅馬人對於Fortuna Fortuna就是命運女神的一個看法 就是古羅馬他們祭拜很多神對不對 這個眾神之首是奧丁啊 然後還有各種各樣的神啊 那其中一個他們會去祭拜一個神 這個獻祭的一個神是幸運女神 Fortuna 他們認為說啊 你在這個世俗上要成功的話 所謂的成功是什麼 那你看Fortuna做一個幸運女神 他手上的一個特徵是 他會拿著一個羊腳 羊的腳的一個號 形狀一個號腳 那這號腳裡面呢有世俗的各種各樣的這個財富 那主要事實上就是兩種 一種就是真正的財富 就是所謂的金錢 真銀財報 那一種就是Greatness Owner Glory 榮耀 因為你事實上就是掌握這兩種東西 一個就是財富 一個就是榮耀 那這就是古羅馬人 還有義大利的城邦物運父親人 他們認為最重要的世俗的成就 就要擁有財富和榮耀 那財富和榮耀 你當兵個人的努力是很難得到的 通常我們需要這個 命運女神的這個眷顧 那命運女神通常會無情的打擊你 讓你的各種努力變得無效 所以大家變成命運的人都很挫折 那怎麼辦 那古羅馬人有一個看法 但是後來整個文藝復興的人的繼承 就是說 如果你有非常卓越的 作為人的一個品質的話 Many man的一個 我們現在講這個 Virtue是這個義大利人用的詞彙 跟我們在這個講 普拉斯加里斯多講的那個Virtue 他們有類似的地方 也有不完全類似的地方 他們類似的地方 都是在講人的某一種非常卓越的品質 可是這個卓越的品質要幫助你獲得什麼 古希臘和文藝復興是不一樣的 古希臘卓越的品質 對普拉斯加里斯多來說 就是讓你能夠擁有一個Better Life 擁有一個Good Life 那就是你能現卓越的品質 你的Function 你的英文的Function 就是要擁有一個Good Life 對不對 所以Virtue是幫助你擁有Good Life 然後對愛學德斯加里斯多來說 Virtue是幫助你擁有Happiness 對 那個卓越的品質是幫助你擁有Better Life 或是Happiness 可是對於古羅馬人 或是對於這個文藝復興來講 Virtue 他確實也是一個人 作為一個人最卓越的一個品質 所以當你是一個最卓越的人的時候 你就是一個Manly Man Manly當作是一個最卓越的人 那當然他們有一個沙文主義的成本 那最卓越的方式是男性 你當你有一個最卓越的人的品質 那你能夠發揮的極致的時候 你可以把人作為人的一個品質 發揮到極致的時候 你就可以跟這個命運女神結盟 你就可以吸引她 讓她願意幫助你 你就可以抵抗她對你無情的侵略和打擊 然後當她願意幫助你 當她青睞你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tame她 去馴服她 然後她就會願意把她手上的財富和最高的榮譽交給你 所以人在這個世界上追求她的世俗上的成功 最大的榮譽 榮耀和財富 一半是靠命運女神 一半是靠自己的這個V2 那V2夠好品質的人 就可以讓命運女神 願意讓步跟你結盟 然後願意把這個財富和這個 和這個最大的榮譽交給你這樣 那這個東西它實際上也被這個馬基維利繼承 馬基維利他就是討論說 你作為一個君王 你在一個非常不可測的一個國際現實裡面 那個時候整個北意大利是一個超級大的混亂這樣 你要做過什麼樣子一個最卓越的一個品質 能夠吸引命運女神 願意眷顧你 把你君王想要的東西交給你 那就是我要去討論的一個最重要的這個 這個政治上的一個德性這樣 那我們就先到這裡 我們下禮拜再回來 有一點可以接過 很cole bet je 你再有一點 我先給你 以為一artz 我先你 以為有一點 我先兒子 我先好啦 我先不曉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